胡海泉为兄弟庆生,两人合体出道23年,如今陈宇凡退圈后大变样。 11月17日,歌手胡海泉在社交平台晒出合影为陈宇凡庆生,同时也是庆祝两人已经出道23年。 胡海泉晒出的照片似乎是两人曾经的演出现场照,他们都穿着蓝色的衣服,在舞台上和歌迷热情地打着招呼。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,有着志得意满的骄傲,是他们曾经光辉岁月的见证。 网友看到胡海泉晒出的照片,纷纷留言恭喜他们纪念日快乐。 有人直呼嗑到了,有人希望歌俩一定要开开心心好好的生活,并表示歌迷一直都在。 胡海泉晒和陈宇凡组成歌唱组合与全出道,两人曾经演唱过《冷酷到底》、《最美》等歌曲,风靡整个华语乐坛,是首屈一指的男团组合。 他们也在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,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好。 不过后来陈宇凡因为某些事情退出了娱乐圈,专心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 经常有网友偶遇他踢足球,如今的变化非常大,整个人都发福了不少,而且不修蝙蝠,看起来格外的憔悴。 和普通路人差不多,一点明星的气场也没有了。 前不久,胡海泉参与录制了披荆斩棘的哥哥,因此又重新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 他在这档节目中以着出色的唱功得到了很多哥哥的认可,由于语言表达能力较好,多次在节目里客串主持人的角色,表现得十分优秀。 虽然现在胡海泉和陈宇凡的事业有着较大的差距,不过相信他们的友情不会受到影响。 祝福两个人有意长存,今后依旧如同兄弟一般彼此相伴。